好,感谢大家来看我这个视频 这个视频的初衷呢,是我在YouTube上看到了赵教授在美国给大家分享的一些他个人的作为华人吧 因为他主要应用的是这个汉语 所以我想他的受众的更多的是这个华人或者是中国人 在给这些这个有学术背景的希望走上这个学术道路的这些再度博士也好 或者是这个博士后也好提供一条这个经验和思路 所以我本人呢也会经常的,我也是从事这个学术的 所以我在YouTube上偶然看到了赵教授在美国的这个频道呢 也一直在关注 当然在这里呢,我和赵教授本人呢 应该我们不属于一个学科 应该我也不和他认识啊 这个没有错误广告的嫌疑 感觉还不错,和大家推荐一下 就是这样,那么我在看了这么多期之后呢 再加上我本人啊 我本人目前在国内的一个普通本科啊 就是双飞的本科学校 现在是这个郑高啊 也就是教授 那么现在呢,我干了这么长时间以后呢 也是想有调整一下工作地点或者工作岗位的这个想法 也前前后后陆陆续续的接触了一些学校 嗯,再加上呢 嗯,前一段吧 应该是几个月前 嗯,国内闹的比较热的这个 负担的这个,这个某某某是吧 我们现在就不说这个事情啊 不说这个人啊 就是某某某 这个 走向一条比较极端的方式 来这个以 以比较极端的方法来处理这个事件 最后导致了这个恶性事件 嗯,不仅是对受害人 对他本人我觉得也是啊 那那意味着不仅是你职业和学术生涯没有了 那么意味着你人身自由也没有了 对不对 不管怎么着 因为什么原因 那你肯定是违反了我们国家的这个法律 那么也是呃,触碰到了这个底线 嗯,所以对于谁来说啊 这在整个事件当中 我认为都是受害者 没有这个获利者 那么,呃,我想啊 可能呢 呃,在目前呢 在国外的小伙伴 对吧 或者说是这个 大家在找学术这个道路的时候啊 找这个学术这个工作的时候 可能不会面临像 刚才我提到的复旦的这个 这个极端事件啊 那么在国内的这些这个 呃,同行们吧啊 我想呢,可能也比较少吧 对吧 我也在各个平台上可能也没有见过 所以呢 正好有这个契机啊 结合我自己找工作 那么同时发生这个事件啊 那么也看了一些在海外的这些比较优秀的啊 优秀的我们同行们 他们的一些经验和经历 所以呢 也来分享一下我的 我觉得还是有不同的地方的 啊 也有很多坑 当然也有很多值得啊 学习和推荐的地方 也有好的地方 也有不好的地方啊 这个事物都有两面性啊 肯定是这样的 所以跟大家来聊一下 呃 当然这个 嗯 不可能全面的去涵盖这些内容啊 那么没有想到的地方陆陆续续后边 我们有时间呢 再去交流啊 再去交流 那么我再次 呃 就是强调一下我个人的这个想法吧 也是想和大家分享 呃 就 就不露脸了 因为这个 呃 国内同行也比较多是吧 这个 呃 因为也干了 干了 这个一段时间了啊 只能这样说 谦虚一点说 所以同行也不少啊 这个 希望呢 也也也不要对同行 或者说相关的这个造成一些影响 有很多呢 其实也有一些 个例啊 那么后边呢 我也都会提到啊 也会和大家分享 首先呢 我觉得有一点呢 就是 非常好的一点 我觉得是我们国家真的是发展和强大了啊 这个 在我也 我也在国外学习 有国外学习的经验和经历 呃 大概十 十年前吧 十年前更多 或者更多之前 在国外 那么 嗯 基本上都是一种 这个流向国外啊 国外的这个 确实 不管是在这个 啊 水平啊 然后经验 还有这个 扩展你的见识方面呢 都是当时啊 这个 研究生或者是读博的首选 那么现在呢 反观现在我们这个国内的环境也好啊 然后呢 发展也 发展也非常的好 经济 尤其是在这个学术上面 我记得当时我在国外的时候 欧洲啊 欧洲某个国家 呃 他不叫他不叫工资 对不对 应该 大家知道的小伙伴肯定 对吧 你们知道这个情况 他是一个奖学金啊 一等 即便是一等奖学金 也是很有限的 一两千块钱左右啊 那么当时在国外的时候 呃 在很多国家吧 不能说所有的国家 那个博士都是 其实是有工作性质的 那你们你要签合同 对吧 那么 税后的工资 当时都在一万多 那么也就是 国外的工资啊 我记得现在都换存成人民币啊 都是国内工资的十倍左右 所以这个差距 还是非常非常之大的 那么 到现在啊 到现在呢 我们虽然说我们的 还是奖学金啊 因为我们的博士呢 还是学生来培养 那以学生这个角色去培养他 那么他还是奖学金 虽然是 还是呢 不如国外某些高 但是呢 一直在涨 而且涨得非常 幅度非常的大 啊 幅度的非常非常大 再加上有一些其他的一些补助啊 等等等等的 有时可能甚至可能会达到差不多啊 和国外差不多 同时啊 这个有时候可能也 有些其他的情况啊 奖励或者这个这个这个什么国奖呀 等等等等啊 可能甚至会比例更多 但是反观国外呢 基本上10年前什么样啊 甚至更长对吧 15年前什么样 那么现在可能他的工资水平也还是什么样 所以从这一点上来讲啊 但单纯从这个博士生的这个待遇上来说啊 博士生注意我这儿没有说是你毕业以后的博士 他说都是还不错啊 都是还不错 那么下边我们就说一下这个工作啊 工作的问题 现在呢 大家知道我们国内的高校 其实都挺有钱的 对吧 都挺有钱的啊 不管是这个进账的项目啊 还是说这个什么 包括我们资源基金对吧 它的额度其实都还不小啊 跟跟国外的相比啊 当然这个不能说一定是去超过啊 但是差不多也在一个合理的范围内 嗯各个学校各种的这个资金的投入啊 包括国家的你各种原来985平台 985高校那个211 包括现在的双一流建设的经费啊 重点学科对不对 然后双一流学科啊 双一流高校等等等等 呃 钱是很多 然后呢 其中有一部分呢 是用来引进人才 大家其实在国内啊 如果你现在是在海外 对吧 你这个 这个你要想回国了 我想肯定大家会这么去想 对不对啊 这个我们现在疫情反控的也不错 然后呢 经济现在也上来了啊 那么如果你去一些高校 甚至会开出比在国外高校更高的工资 对不对 大家看到他有安家费啊 他有安家费一下 你随便找一个高校 然后呢 去他的人事处啊 或者说什么叫高层次 人才这个这个办公室啊 什么什么 你去看他 基本上每个高校都有人才引进政策 会明确的写出来几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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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同时呢 很多高校呢 都会去举办这个 这个海外人才的这个叫什么论坛 对不对 其实呢 就是希望通过一个固定的时间啊 把这些人都有兴趣啊 加盟的这些海外的这些这些博士生啊 主要是博士生来来来引回来 或者说当然还有这个海外的这个博士后 对吧 当然应该还有这个可能有少量 非常少量的assistant assistant professor 就是助理教授啊 其实相当于我们国内体制内的原来体制内的讲师 对吧 去去去引回来啊 引回来 当然如果你拿到assistant的或者说associate的话 应该回来的人现在会越来越多 但是总体来说呢 你在毕竟你在国外有了你的选择和一个不错的开始 所以总体上的量可能还不会是很多啊 当然这个清华和这个非常牛的这个清华呀 这北大这个这个浙大上交啊 这些非常牛的985除外啊 呃 大家会去看到这个待遇 那么顶格的肯定是院士级别的 对不对 你们看到啊 安家费啊 然后呢 协议工资一事一亿 然后下面一档呢 基本上就是洁清啊 和类似的 对吧 类似的这个长江啊 然后再往下是青年的人才项目的 然后再往下呢 可能在里边 或者说在刚才我说的青年的人才项目里边 会有一档在海外啊 就是针对海外的 你在海外拿到了assistant professor 然后呢 呃 往往都会连要求你连续工作两年后三年啊 两年后三年 呃 那么通过这个呢 见解来也可以看到 对吧 也可以看到 那么在国内大家知道 拿到这个 四清啊 我们所谓说的四清的人才项目呢 其实 嗯 挺难的 因为人 国内的这个人多啊 而且呢 有些时候呢 呃 不仅实力要强 个人实力要强 那你的这个 嗯 啊 抱歉啊 这个 我把手机拿开 离得很近 不仅你的个人实力要强啊 你的平台实力也要很强啊 平台实力也要很强啊 平台实力也要很强 所以说 嗯 这个 有些时候这个海外的人才会放到这一档啊 当然有些时候还会放到下一档 下一档什么呢 就是国内的这个往往是国内这个高校的这个教授啊 以及具有博导 是吧 具有博导的教授 那么那你想一想 刚才如果我们说啊 当然这个是 嗯 其实他也不具有一定可比性 但是呢 如果按照真的人才这个梯队 国外的这个 这个支撑梯队来说的话 assistant 助理教授 其实 就是相当于我们现在国内的讲师副教授 那么教授 对吧 是这样的 所以assistant 他可以给到你国内跟 郑教授 有博导的郑教授 是一样的待遇 基本上是这样 或者是跟刚才我说那个名牌的啊 然后他在上边那一档 所以大概现在是就是这么个情况 那么大家呢就会看到 哎 除了你现在工资啊 也可以有年薪制的工资 对吧 大家也会看到那里面啊 基本上 刚才我说的海外回来的话 应该你能拿到年薪 税前应该是50万左右啊 50万左右 年薪 呃 这个工资我看和国外 当然 嗯 很高的比不了 但是呢 应该是和国外的水平平均水平应该差不多 对吧 啊 呃 当然国内呢 和国外就是 因为他是税前的 所以 还不太一样 国外的话税比较多啊 但是各个国家的税可能略微不太一样 可能大概三分之一左右 是吧 啊 大概三分之一左右 那么国内呢 哦 来了啊 重点来了 那么这是一个坑啊 我想可能大家在找的时候 但你要需要注意 就是 他所谓大部分高校的这个年薪制 都是包干 税前包干 什么意思呢 就是 不仅要包括了你个人 要交的税 还要包括五险一金 啊 那么我们就是平常 在体制内的这些老师呢 你拿到的那个钱 大家如果你可以看你的这个财务系统里 对吧 你应得的和实际到手的 其实差挺多的 那里面就包括扣掉的五险一金 从你工资里扣的 对吧 那么这样的话 如果刚才我说的年薪值包干的话 你需要把这部分在自己 从这五十万里再扣掉 啊 同时还有一个没有说掉的坑啊 他他他没有提后边 当然你们交流的随着这个和这个优人单位交流的沟通的未来越多呢 他应该是会和你说这个事情 什么呢 就是这个包干的应该是没有奖励也没有年终奖 如果你是这个就是体制内的这样的啊 是事业单位这样的有编的 那么往往呢 高校就是现在就是会平时的工资你拿到的是80%左右啊 那么比例可能不同的学校略有些不一样 他会留一部分 大部分高校都会这样做 留一部分作为年终奖 那么同时呢 他会还会奖励吗 对吧 还会有奖金 那么奖金呢 就是你的一些这个绩效 包括在教学啊 科研啊等等啊 上面的绩效 那么这一部分就是多劳多得 那么在前面的包干啊 那我们说那个年细包干制其实是没有的啊 就是所有的都有了 那么我你再把这一部分算进去啊 那你想一想啊 这个50万税就是单纯扣税啊 在国内单纯扣税 你拿到的会有多少对吧 然后再扣掉了 我说你要交的物件一斤啊 然后再在不不考虑这个年终的这个绩效和奖金啊 那然后你也可以反算 当然比如说你说我我我不要这个年薪制是吧 我要这个这个正常的这个岗位工资 你算一下你一年你一年能拿到多少钱 其实如果这样一算的话 并没有看起来年薪那么美丽啊 当然肯定是会高一些的 肯定是会高一些的 这个时候无庸置疑 但是呢到底高多少 就是你岗位上的工资啊 你走岗位工资和走年薪到底能高多少 这是一个问题 你考虑一下 另外一个问题啊 另外一个问题很重要 就是因为你拿了年薪 你的考核 他对你的考核要求是会再增加的 这是肯定的啊 那么也就是相当于啊 我给了你年薪对吧 这个是就是给了你更多的工资 或者说至少在总量上是这样体现出来的 他肯定会给你更高的要求 那么就是刚才两个问题 第一你到底真的多拿了多少 第二但是你考核要求是真的上去了 那么这两个你衡量一下 所以这就是今天吧 我后面陆陆续续给大家再讲吧 还有不少这个大家需要去衡量的东西啊 这个呢我想 先简单说一下吧 就是这个事情呢 他并没有和你去 摆到大部分我想可能高校 没有摆到明面上去谈 哪怕就是说 并不是说他有意的去 我相信并不是有意的去回避啊 就是这个事情到底谁和你去谈 对不对 这些东西其实他写出来这个年薪 写出来这个东西 包括最后你签合同的时候 里面肯定都会提到的 但是没有人就是把这个东西 就像你去签署一个什么东西 他非常清晰的写上十来十来页啊 然后告诉你 然后你你去看 当然你可能也不会去看 所以说再加上 如果当时没有人具体和你沟通 再加上你个人又没有具体的 自己去考虑这个问题的话 那你想啊我年薪五十万 然后怎么样 最后呢可能到年底的时候 你发现 我和他 他奖金很高 对吧 但是我呢 因为是包括二指导 我没有没有奖金 那么这个时候就会产生了一个 这个 你觉得是会这个这个和你当时想的不一样 想象的不一样啊 等等等等 当然今天我只是拿这个来举例啊 所以还有不少事情都是出现了一些 我觉得应该是沟通方面啊 或者说在你理解上面 或者说有没有高校是不是应该设立的这个高层次人才 对吧 那他是不是有一个人在相关的这个政策方面给你去细心和耐心和细致的去解读出来呢 对吧 那么我们之前签之前就把这些事情告诉你 那么不会造成一些奇异或者不知道的事情 我想会就是一开始我们提到复旦的那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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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他既然他能到了复旦对吧 我们那也是已经算是很好的一个学校了 那么既然他能进去 然后呢 学校也考核他了 如果他不合格 或者说怎么样 那学校你当时是怎么考核他的 那么学校肯定也有责任 对吧 那么我想他应该是满足要求的 因为之前我记得他好像在苏州大学还什么大学 也还不错做的 包括甚至他也有国外的这个海外的这个经历 那么最后像我刚才说的 如果是这个人稍微偏激一些 或者再有其他的一些问题 很多问题纠结在一起的时候 他导致了这个沟通啊 或者信息不畅啊 或者他了解 那么那个时候 他集中的个人的这个情感和矛盾被激发出来的时候 那谁有错呢 谁谁可能也没有错 对吧 那么学校也没有错这个事情 本来就是啊 那么学校就是给了你50万 对吧 那么税呃 国家合理的去征收 那么确实没有装到你的钱包里 那么你确实也要交五险一击 对不对 等等等等 这些都是合理的 但就是在所有合理的情况下 最后你 你觉得我拿到手的还不如岗位工资 对吧 或怎么样 甚至我的这个考核要求还上去了 比那个多很多 啊 怎么怎么样 所以导致了一些这个这个误会或者说激发了一些潜在的不必要的矛盾 那当然我们今天先说这个事情 后面我们接着接着再聊 好 那么 如果大家感兴趣啊 也欢迎大家这个讨论和留言 有些时候呢 我可能也未必能想到 会不会陆陆续续再说吧 也欢迎大家支持啊 欢迎大家支持 这个大家支持也会给我很大的动力 继续来 做下去 好 那么 我们今天就到这